那研究试题这一题呢 其实在研究矩阵乘法 乘左边跟乘右边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对于这个右边这个矩阵 如果我们当成资料的时候 矩阵乘在左边 其实等于是在做列运算 所以我们先对于右边在做列运算 说B呢 我们就把它选强成这样子一列一列 这样子两列来想 好现在左边乘上这个矩阵呢 它等于是在做列运算 所以这个11呢 就是把什么第一列加第二列写在一起 那接下来这个01呢 就是什么 零个第一列加一个第二列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R2 好所以左成就得到这个事情 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列当然会相同 那如果今天是右成的时候呢 它其实这样子就是可以视为一个行运算 我们C的部分就把它想成两行 这这样子一行 那接着呢再乘上这个A 好那这边乘的时候呢 10乘过来第一行 再加上第二行的零倍 所以第一行还是C1 那这个11呢 就是把这两行加起来 写在第二行 好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怎样 对这两行还是一样 所以A正确 B正确 那接着呢 AB如果是零 那要全为零吗 对这是A乘B 因为这边R2要全为零 但是第一列呢 也是R1加R2 所以R2竟然都是零了 那R1又要全为零 所以这个的确有 好在这种情况里面 我们就会有AB等零 B等零 那类似的 如果C1要全是零 但C1加C2要是零 那C2整行也要是零 所以D也是正确的 但如果是随意的B跟C 那其实就没有这种特性了 好 例如说我今天呢 我B可以选择这个 好那C的话呢 我今天如果是乘在右边 我们用刚刚的行的概念来看 好那我们就说这里把它选择这边 好01000跟01000 这个乘起来会全为零 但是他们两个并不是零 好所以这题的答案是ABCD 在做举正乘法的时候 尽量不要一个一个去想 而是你要整个行列去做 好你这样子才能够了解 举正乘法的意义